我们用热烈的掌握谢谢一下我们基隆的伙伴 真的要帮你谢谢 画面上是基北北桃合作交流平台第三次副市长曾经会议 特别来到基隆的市定古迹要塞司令部举行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桃园市副市长苏俊斌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跟台北市副市长林毅华 四位副市长齐聚基隆 共同主持会议 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谢 透过平台持续合作的力量 解决许多问题 为市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那这当初我讨论了很多事实上 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自己一定要提出我感触最深的 非常谢谢特别写新北市的589 大家都知道我们百湖社区 招呼很多方便 那这段时间我要跑公票 公票就跟我感应说 百湖社区可不可以请新北市稍微绕一下下 经过了16年的争取 听说都无法成行 我直接想到说 哎呀好在我有个鸡北北桃的会 我认识刘副市长 我拜托他 他就拜托诸副市长跟刘副市长在哪 的确很快就完成了 那我觉得借由这个平台 除了我们上面所有讨论的事项 我们也在进行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的力量 来照顾居住在这个方圆 所有的距离跟耐性 如何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让我们的大台北地区 北部层的朋友 可以过得一个 非常特别的共同共存的一个社会环境 其实我们共同才能力 我刚刚刚看了一下交通议题 跟社会议题 几乎是最多元 那就代表彼此之间的 互相的流动是非常重要的 有个关键字叫鸡北北桃 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你怎么不去鸡北北桃的平台了 你们鸡北北桃成效到底怎么样 全部列给他之后 就变成许愿词 所以我们后面应该写 鸡北北桃的许愿词 但是很高兴一点 是在我们几位同仁 大家副市长还有市长的支持之下 我们一年多来的许愿词 很多愿望都成真 很感谢新北 其实我们跟邱夫市长一样 桃源跟新北交际 归山回忆到我们这边一些交通问题 新北给我们大帮忙 鸡北北桃四位副市长带领局处团队 共同研议 因应气候变迁 还有环保等12项跨县市的合作方案 突破县市区域的限制 再次攜手打造共融 共好的鸡北北桃生活圈 记者黄志生 陈熟平 基隆报道